今天先謝謝我們各位媒體朋友來參加我們的政策說明的記者會 我想這幾天大家都非常關心住住姐這個閉關幾天 他的沉思那有人說批評住姐說只會反省自己也沒有看到政策扭肉 那這個是完全挑錯對象那我們今天這場記者會也證明在這段時間 我們洪富院長要推出立國服名的這個政策扭肉的構思是一直都在進行中的 那特別是在青年就業跟青年薪資的部分 在8月16號我們推出了打破這個低薪魔咒的首部曲 員工加薪企業減稅 然後在8月28號推出了二部曲 也就是建制國家職能給力學院發放給力券 那今天我們要推出第三部曲 就是要翻轉這個技職人生 那大家都知道住住姐是教育專家 所以呢我們要請住住姐為大家做政策說明 那麼在之前呢我也跟大家介紹 今天我們出席記者會的 還有我們立法院的陳碧涵委員 還有黃志雄委員 謝謝兩位委員 好 現在我們就請住住姐來為我們提出她的翻轉技職人稱 好 各位媒體先生女士 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那麼我們今天記者會最重要的要談的是什麼呢 要打破低心魔咒三部曲 前面我們講一部曲 二部曲 今天我們來談三部曲 三部曲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翻轉技職人生 我們知道我曾經提過說打造台灣4.0邁向智慧國家 這個是在我個人參選總統的承諾跟企圖 可是在邁向智慧國家的路上 我們必須扭轉什麼呢 我們必須扭轉說我們的智慧正在流失 主機處103年的一個統計資料顯示 大專院校 技專跟大學學歷失業率是4.99 這是所有教育程度裡面失業最高的 也就是說我們常在講 學歷越高 失業率越高 那麼就造成年輕人就陷在一個低薪的困境 而企業呢找不到人才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做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話 你當然就必須要一肩挑起這個課題了 所以我要針對所有加入技職教育的年輕人 大家一起來翻轉技職人生 當年教改 我上次也提過 盲目的讓高等教育沒有節制的擴張 所以台灣原來引以為傲的技職教育 全部崩解了 產學脫鉤 結果是企業缺工 企業這個缺工 學用脫鉤結果青年失業 青年低薪 因此翻轉技職人生的第一步 我主張我們政府要設立一個跨部會的 產學接軌服務中心 在各地普設分支機構 這是媒合產業需求跟技職教育的平台 這個目前講來蠻有趣的 目前我們的經濟部管的是產業 可是他不管技職教育 那麼我們的勞動部呢 他管什麼 管的是職能標準 他也不管技職教育 而教育部呢 他管教育 可是他卻不知道產業有什麼需求 所以技職教育還被切割成兩塊 技職師管大專技職院校 而國教署呢管高職 所以各管一塊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不應該持續的這樣做下去 我們一定要打破本位主義 以產學接軌服務中心來統籌 經濟部對產學需求的資訊 那麼勞動部呢 對職能鑑定的資訊 以及教育部 技職院校系所的資訊 把這些統一通通都在這平台上面 來這個展現 就可以打通產學接軌的 這樣一個血脈 所以技職翻轉技職人生的第二步 也就是說 在這樣一個服務中心的平台之下呢 我們政府把現行由高職一年級 跟二年級開始的產學攜手專班 現在有從高一開始的產學攜手專班 我們因應學生不同生涯決定的時程 以及不同類型企業的一個需求 所以彈性的延長 從高三到大一大二大三 都可以開始辦理 走向靈活多年 第一年叫做準備班 由學校跟企業大家共同來設計一個課程 獲得這個徵選的學生呢 就讓獲得徵選的學生做好準備 第二年起 學生在參與這個計畫的企業 參與這個計畫的企業 已經簽好的約的企業了 那麼在這個企業裡面 一週工作四天 另外兩天讀書 企業負擔什麼呢 企業負擔學生的學費 而且還付學生的基本工資 這樣子 學生畢業的時候 他就有大學學位 而且他還有經驗 企業可以繼續聘用 升職又加薪 像這些正式踏入社會的年輕人 跟現在不一樣了 他身上沒有負債 他還有存款 為了鼓勵學校辦理專班 所以招生的名額要外加的 不影響原來院校的名額 同時 為了鼓勵企業參與 幫這個學生啊 付的學費支出 比照我先前曾經提過的 員工加薪企業抵稅的主張 也就是說可以加五成 用150百分比來報稅 這總是讓企業有個誘因 否則他為什麼要來參與 這樣一個計畫呢 所以翻轉技術人生第三步 就是要讓這個產學確實的接軌 服務中心 將以勞動部所頒的職能鑑定標準 來輔導 技職院校的老師跟課程 這老師也是要輔導 這老師跟課程 教育部必須把系所學生 通過鑑定的比例 很重要 通過鑑定的比例 作為教育部補助款審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看看你學生通過的比例有多少 產學攜手專班已經開始在進行 所以我們說原來他有從高一高二開始進行 可是他規模不大 規模不大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木柵高工在許正輝校長任內 他就跟企業合作了 他就成立這種專班 可是申請的 也是申請的學生由學校推薦 然後企業去面談 面談以後 他就展開學用合一的生涯 而且保送進入四季就學 有一位參與的學生呢 他就非常感動 他喊了眼淚謝謝這個校長 他謝謝校長說 因為他父親中工 那麼他的弟弟妹妹還小 他也沒有錢付科大一年五六萬的這個學費 他只有放棄升學 所以賺錢養家 變成他唯一的選擇 可是就是因為許校長 的這個產學專班 這個學生呢 他就繼續升學了 免學費 而且還有收入 所以他的人生原本是 暗淡灰心 覺得沒有希望了 可是現在看到有了前景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要建立產學接軌服務中心 就是要把這種成功的例子 在全國擴大 我們有許多年輕人 不然一方位是沒有學歷的時候 他就沒有工作 要不然呢就是他有學歷 可是呢他擔任低薪的工作 所以他只能在這個兩個困境當中二選一 不管做任何抉擇 好像都看不到前景 所以翻轉季質人生的一個政策 會讓這些年輕人 我們說一間二故 一間二故 擁有學歷 學有所用 保證就業 邁向高薪 我們加持年輕人 真正邁向智慧國家 這是我們今天要特別談的 關於翻轉季質人生的 這樣一個構想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洪福院長 剛才洪福院長的報告 主要就是 我們要解決青年就業跟低薪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為他的人生加值 所以只要我們能夠提出 成功的翻轉季質人生 落實季質教育裡面的產學接軌 可以不只為他們的薪水加值 更重要的也為這些學生的人生加值 那我想我在這邊呢 簡單的在為大家做一些報告 就是在剛才洪福院長裡面談到 有關的一些統計的數字 還有政策 來下一頁 其實有關於季質人生 來 大家都知道歐盟國家裡面 哪一國的失業率最低 德國 那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因為德國他有學徒制 那所以他可以解決他的今年的就業問題 那另外在亞洲的部分 事實上 新加坡 這幾年來他也強力的推動 季質教育 甚至他把他們的季質教育的經驗 向東南亞來輸出 來下一頁 好 那台灣該怎麼做 過去台灣有很好的季質教育 可是剛才洪福院長跟大家報告 因為呢 過去一個廣社大學的一個迷思 反而讓我們的 季質教育的強項變成沒落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四個 無法產學接軌的原因 來下一頁 好 跟大家簡單的來報告一下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學用落差 也就是在學校裡面教的 事實上沒有辦法在他就業所用 所以就是無法學以致用 另外一個 升學文憑的導向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台北市 我所知道 我們的高職高工 九成以上 他們都要升大學 還是有一個升學文憑導向 好 第三個 供需的媒合不足 也就是在整個的供給面跟需求面 沒有精確的一個媒合的訊息 第四個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有產學的 這個就職專班 可是因為誘因不足 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提到 就是說怎麼樣提高他的誘因來下一頁 好 這個特別跟大家提到就是 我們現在15到24歲的失業率 大家看到12.63% 兩位數字 那麼大學級以上的失業率是4.99% 都遠遠高於我們的平均失業率 所以這個問題期待解決 好 下一頁 好 剛剛特別提到 要成立在行政院要做一個跨部會的 產學接軌服務中心 好 這個接軌服務中心呢 他跨部會是由哪哪三個重要的部會來下頁 大家看到 要經濟部因為他主管產業 他最了解產業的需求 好 勞動部因為他主管職能的標準 但是呢 他不知道產業需求 他也不知道你在學校在教些什麼東西 教育部主管教育 好 悶著頭搞教育 但是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所以未來這個產學接軌中心 必須這個三個部會成立一個堅定的鐵三角 結合起來才能夠提供我們 技職教育一個正確的方向 好 下一頁 好 在這裡面呢 剛才也報告 其實現在呢 就有產學攜手專班 但是呢 現在是由高職一年級和二年級開始 那這個部分呢 是由企業來付學費 然後你可以到我的企業實作 但是呢 可能很多企業說 我要等你學生 等個 從高一開始 要等個六年 七年 太久了 他沒有誘因 所以我們在這邊提出 從高三 大一 大二 大三都可以辦理 也就是企業 他可以基於他的一個員工的需求 就是他未來的人力培育 讓他更有彈性 更多元化 那麼這樣子的話 企業會更有誘因 來參加這個產業攜手專班 好 下一頁 那更重要還要提供另外一個誘因 就是特別提到的就是 因為企業參加這個產學攜手專班 他要付學費 負擔孩子的學費 免學費 而且你去工廠實作 你起碼要付他基本工資 但是我們所知道 有些企業事實上是高於基本工資的 那要提高企業誘因 我們就提供抵稅 所以呢 如果你願意負擔孩子的學費 我們願意呢 也同樣提供企業的抵稅 給他150%的加成抵稅 下頁 好 那第三步 當然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現在教育部的補助 他沒有什麼特殊的標準 特別在技職的部分 所以我們未來會要求 在這些系所學生 你要通過這個知能鑑定比例 就是說你辦學要有成績 教育部才給你補助 學校就會好好來辦學辦技職教育 下一頁 所以主要三個步驟 再給大家再重複一次 第一個步驟成立產學接軌服務中心 第二步驟擴大產學攜手專班 第三個步驟要推動落實產學接軌 希望透過這三個步驟 讓我們的技職人生成功翻轉 也讓我們的孩子人生能夠加值 好 那我們現場 也請到兩位 也非常關心教育 也對教育非常熟悉的 好 兩位立法委員 那我們都在教育 長期在教育委員會 所以他們對技職教育非常清楚 有關一些相關的政策 或者修法 他們也非常了解 也非常願意 跟祝祝節一塊一起來推動 好 那我們先請我們 陳碧涵 陳委員 好 謝謝 敬愛的我們洪秀柱候選人 以及主持人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這個技職攸關了我們產業的競爭力 它也影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強度 今天我們的主題 打破低新三部曲 祝祝姐提供了非常務實的政策建言 怎麼說呢 技職曾經是我們國家的榮耀 它的辦學成果傲視世界 曾幾何時 我們現在發生了產學弱差 以及學用臥差 這些原因除了剛剛所說的 重要的幾個原因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新興產業的這個變化 非常的快速 那為什麼大家要追求文憑 其實因為我們的心知結構 往往跟文憑 是掛鉤在一起的 大學畢業的起薪 比高子畢業生就是來得高 可是這種現象要如何來突破 剛剛祝祝姐所提的 就是非常務實的現象 我要進一步的來說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要提供關鍵的助力 譬如說剛剛職能基準 跟職能鑑定這件事情 正照合一 就是一個打破這個 薪資結構的一個好的開始 如果我們的核心職能 能夠把它提供出來 列出來 其實它就可以讓學校的教學 方向能夠導正 而如果它擁有核心的證照的話 其實證照可以跟薪資的一個 這個調薪可以做一個參考 所以文憑跟證照 是可以並步前進的 那另外就是 我們這個人才的能力 它有幾項重點 第一個就業力必須要強化 第二個它還要有 橫向一步的這個應用能力 另外就是要全球的移動力 那個這個就業力呢 剛剛祝祝姐有講 如果我們把職能基準 這樣的一個核心的要項 列入在課程裡頭 從課程裡頭 老師跟學生 來務實的把它學習落實 以及把企業的導向的 這個量身打造的課程 也就是所謂的攜手專班 能夠在這個做中學 而且能夠鼓勵我們的學生 以成為技職的人力 為一個榮耀的時候 我覺得國家這個長期低薪結構 以及技職人才流失的問題 就可以解決了 那另外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企業它在培育人才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誘因 除了上次祝祝姐所提的這個低薪員工的這個加薪 中小企業抵稅方案之後 現在這個技職我覺得如果企業不僅在學費上 而且在它的工資上能夠有所注意 主動的跟政府合作 把所有那個盈餘所得 能夠直接加注在這些準員工身上的話 其實它的學歷跟它的工資 同步並進是多數年輕人所期待的 那麼這樣子學費乘以1.5倍 作為抵稅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跟黃志雄委員 以及國民黨所有的這個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 絕對會全力來促成這樣一個好的政策的提案 那麼更重要 我們還是希望企業能夠得到這個抵稅優惠的時候 能夠提高它的流用力 也就是剛剛祝祝姐有講 這樣的一個這個產學專班是經過徵選的 對於有意願投入這個行業的這個年輕人呢 他進到這個企業專班 那麼經過他們的輔導跟協助 他是應該是優質的能力 對於這樣的優質能力 企業應該要主動把流用率要再提高 我想這些事情是祝祝姐非常務實提供出來 我在這裡我會在立法院扮演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推手 來支持祝祝姐的政策 我們謝謝那個陳碧涵委員 他們也願意在立法院共同來一起推動 這個洪副院長的政策 那跟大家稍微預告一下 待會兒呢我們再邀請黃志雄委員 再跟大家做說明 在說明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翻轉季質笑臉的一個動作 先跟大家做一個預告 好我們現在先請黃志雄委員 謝謝各位媒體先生小姐 我想我們秀祝姐長期跟志雄跟碧涵都在教育委員會 然後對於教育委員也非常的投入 那我們知道現階段其實 技職教育面對一個非常嚴重的課題 就是學用落差跟產學落差 我們知道過去幾年我們台灣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人家說台灣人贏腳肉 就是我們中小企業非常有競爭力 但是這幾年缺工缺人才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問題呢就是學界學校無法提供這個企業能夠需要的人才 而企業呢得不到他必須要的相關的人才所用 所以呢學無法致用所以造成產業嚴重的一個落差 所以呢我認為我們秀祝姐所提出來的相關的方案 我們會立刻立刻在我們新的會期 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這邊立即來推動 來跟我們行政部會以及教育部會來做溝通 我想兩個前提兩個重點 學校必須要給他們誘因因為過去是內涵 所以造成學校的意願不高 而我們希望未來能夠用外加的方式提供學校誘因 另外企業同步的過去是由上而下 也就是說我們學校自己培養人才訂定課程 而呢企業並不一定需要這樣的人才 所以造成很大的產學落差學用落差 所以未來呢是由下而上 也就是說教育部跟地方的相關的企業 共同來訂定相關的課程 那我相信未來的這種學用落差 它自然就能夠盡可能去避免 而增加台灣的未來的就業機率 也增加年輕人的就業機率 所以呢我想台灣的經濟要往前走 我們技職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在這邊我們未來會跟我們碧涵 還有所有的教育局委員會 全力來支持這個方案 讓它能夠盡快能夠上路 謝謝 好謝謝黃志雄委員 跟陳碧涵委員一樣 願意在立法院裡面 共同來推動相關的修法跟政策的推動 好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麻煩工作人員 把那個我們的技職人生成功翻轉 我們本來的這個很悶的一個就業的環境 可以翻轉為校聯 讓大家的這個工作學費跟生活 都能夠得到解決 那請那個黃副院長和兩位委員 我們一起來翻轉 好我們現在請紅副院長和兩位委員 一起來翻轉我們的技職人生 您希望經過翻轉以後 哭臉 經過翻轉以後 原來年輕人的苦瓜臉 哭臉會變成笑臉 會變成笑臉 變了笑臉以後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他會變笑臉 他就不會為失業而苦啊 工作免煩惱 因為他有能力 有這個技能 生活也免煩惱 因為他有收入 生活不用煩惱 最重要的是念書的時候 大家小孩子因為沒有學費 年輕人一邊念書 這一邊想辦法要去賺錢 可是這個賺錢呢 又不知道 這個去打工賺的錢 可是那個打工 對他自己到底有沒有幫助不知道 可我們用這種方式 學費免煩惱 這學費有企業出的 有企業出的 而且他還可以有基本工資 他還可以學到技能 所以未來 畢業以後 就不會失業 就有工作 工作免煩惱 當然生活就免煩惱 念書的時候學費免煩惱 所以就變成一個笑容 翻轉機制人生 謝謝 那我們一起來 比一個笑臉動作 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 不好意思 請問現場的媒體朋友 有沒有問題要 好 來 我們女士就先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像這個跟上次的 那個給力學院都有說 就是在就業這一塊 那需要企業提供幫助 那你們有先 就是想了解企業的意願 會不會說到時候 可能企業其實參與的程度不高 就是在你們有沒有事先跟企業溝通 或他們有沒有先承諾過說 會來合作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個部分要怎麼去跟給力學院搭配 第三個部分是說 那剛剛有提到說 立院會全力配合 那這邊是要修法嗎 是修什麼法 然後就是還有什麼 其他的配合動作 謝謝 OK 這個 我來回答 好嗎 第一個這個 企業是否答應 大家不要忘了 我上次講過 企業缺工情形很嚴重 企業煩惱的是 他找不到替他工作的人 企業其實不在乎學歷的 企業要的是能力 要的是經驗 你這個人進來 到底對他工作有沒有幫助 但目前缺工缺得很嚴重 那怎麼辦呢 因為年輕人很多沒有辦法 有企業所需要的能力跟經驗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翻轉記者 這個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您說 跟給力學院有什麼不一樣 給力學院的標準是 給失業的青年 他不是在學的 失業的青年 還有一個低薪 有一段相當時期的低薪的青年 他就經過了這個半年 什麼三個月了 他的薪水很低 他不滿意 所以叫到給力學院去等於是培訓 給他再次的訓練 他有這個工作的這個能力 就經過職能鑑定標準之後 然後你當然也要跟企業合作 然後就保證他出來 他只要通過這個鑑定標準 他保證他出來跟企業是能夠找到工作的 當然就事先一定要跟企業合作 否則跟企業沒辦法合作的話 這個還是沒有用 但現在大家知道企業缺工 因為產學脫工 所以企業欠工 所以這個絕對是可信 而且這也不必要修什麼法 這完全是行政的部門做 包括我們剛才講說成為一個產業的接軌 一個服務的平台 把這個到處散在經濟部 經濟部管產業 這個勞動部管職能鑑定 教育部管這個教育 可是他又不懂產業 那兩邊又不懂技職教育 這合不起來 所以這個是要經過一個統合 一個整合的 所以才有這樣一個平台的產生 在這個平台上面 也可以知道產業的需求是什麼 他們也可以知道技職教育 到底內容是什麼 我覺得用這種方式 大家就可以打破本位主義 得到一個正確的資訊 OK 剛才好像是他 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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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他自己的去計算 所以你今天問我說有多少數值 我們沒辦法告訴大家正確的數值 他肯定他經過計算 那平台就在這個平台上面 最主要這平台是要把各種的資訊匯集過來 可是他並不是有個什麼 一個多增加 一個應該怎麼講 不是一個好像很 一個特定的機構 或幹什麼的 等於有點像服務中 我們各地也有一個服務站一樣 能夠提供大家這方面的資訊 這個部分我補充一下 那個外加什麼意思 因為現在是內涵 所以學校呢 他有總額限制 就算企業說 我實際上多提供一些名額 他說對不起 我名額就這樣子 那外加的話就是 如果企業願意要增加名額 提供更多孩子的學費 多多益散啊 能夠外加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現在講總額 我們希望推動最好 越多越好 好不好 好 那還有哪一位 謝謝 如果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除了缺工之外 另外一個問題是 大學生的失業率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為什麼提出這個政策 你會認為說 讓技職生變成大學生之後 可以解決這個失業率的問題 另外就是說 您是要打破低薪的魔咒嘛 可是企業為什麼他們願意 一樣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企業他們願意去雇用這一些 還不是大學生的技職生 那他們的優勢在哪裡 而且一開始您有提到說 其實他們必須要篩選 那在篩選的這個過程其實 就是您也知道台灣的教育 其實有部分的是沒有辦法直接 就是在公平性上 確實有他的疑惑 那當然如果大家爭取這個機會 可能也會面臨像公平上的問題 這是兩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請問一下是不是註點 這個也是像證所稅一樣 希望能夠在下個會期 就成立這個平台 這個第一個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平台 越早成立越好 第二個我們 特別剛才談到說 這個為什麼大學生或高中生問題 其實現在就已經有 產學攜手的一個計畫 從高一開始就有高一高二 可是企業界有的等不了這麼久 你等一個人培養一個人 他要付這個學費 從高一高二高三到大一大二這個大四 這個時間太久了 所以我們說多元的 還看企業的形態不一樣 有的企業還培養一個人 可能要花相當的時間 有的大概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而且大家不要忘掉 說成為大學生都是技職 都是技職體系 不是說是一般大學通貨在這裡面 是技職體系 在這技職體系裡面 你可以從這個多元的 你可以從高三 假如企業認為說 我只要高三開始就培養 跟大學也有簽跟一定的計算 那技職學院有簽這個合約 那麼他可以保證他升入那個學校 那麼也可以怎麼樣 每個人的生活生涯規劃不一樣 也可以從大一開始 也可以從大二開始 也可以從大三開始 這是多元的 很多事情我們不去做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成功呢 好 這麼多問題 這麼多 好 我們只有三位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 因為我剛才先說 老師大隊真的有興趣 好 來 請問一個重點表 就是說你今天提出這個 這個翻轉低心的政策 也是希望說可以 讓年輕人有更多的認同 那同時你出關之後 也成立一個輕焦點的line群組 就是想要打這個 以空戰為主的選戰策略 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是不是有高人指點這樣 這好像跟今天這個沒有關係吧 對 因為我們希望 有高人就是我啦 謝謝 你們非要這個 好 來 謝謝 這個 麥克風 不好意思 你剛剛說這個不需要修法 所以是不是在立法院這邊 就不擔心會卡關 那麼萬一說 因為現在本土派有一些雜音 如果說萬一說明年國會不過萬的話 這個有沒有可能在立院就卡關 會不會擔心 這個我覺得不用擔心的 這種事情還有藍綠之分嘛 幫這個學生啊 將來給他一個好的技能的訓練 幫助他找到工作 幫助他不要有學費上的困擾 幫他不要有生活上的負擔 幫他未來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幫企業找到好的員工 企業不必要流動人口 企業不要找那個人不能用 然後就不要了 找到這個流動性很高 成本也花不來也高 所以企業也高興啊 學生也高興啊 一個有技能 一個有員工 大家有工作 大家生活免煩惱 這個還有藍綠之分嗎 如果有人有反對的話 你們要問一下他反對理由在哪裡 他可以提出意見跟精進 好 我們之後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助手請問一下 今天這個政策 剛剛有提到在那個下會期會進行修法 那是針對什麼法 這個沒有修法 因為剛剛那個委員有說 就是會在立院推動這樣子 學分認證 學分認證跟這個 這個要不要請 畢涵委員 畢涵委員 我想第一個有關的法 就是說企業抵稅 這件事情它是有牽涉到法 第二個呢 也就是剛剛有講到 證就是 證 證照合一 也就是我們職能基準 我們跟那個能力鑑定 這個鑑定如果它取得了什麼樣的等級的證照之後 這個能不能給它更大的彈性 可以去抵免學分等等 還有如果說這樣的一個外加專班 它那個急用急學以後 它這樣的一個學歷 是不是可以比較有一些彈性 這是一個屬於行政類型的一個辦法 並不是那個我們立法院的法律的成績 我想這個東西還有很多的細節 這個是我們細節的部分 回去還要好好的去把它 那個跟各部會把它盡力快速的促成 好我想 洪福院長提出這個政策之後 如果在立法院經過充分的討論 有更多的更好的政策推出 這是我們絕對樂見的 好剛才 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謝謝 我們要強調 這是一個方向 這個原則是個方向 洪福院長提出這個方案 那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產學合作 大部分都是給學生薪資 就是你去實習給薪資 那這邊提出來的是 企業要負擔學費在薪資 那他的學費是全額的學費嗎 還是部分補助 當然 那企業會願意去這麼做嗎 當然會有 德國是怎麼回事 企業投資 投資學校投資學生 現在有可能的合作對象了嗎 當然可能 大家不要把每個事情都看得那麼悲觀 當然可能 要問洪福院長的是 就是閉關三天之後 現在端出這個政策扭肉 但你怎麼看 綠營人士有人說 感覺比較不像是在反省自己 比較像在檢討別人 我們不回答這個問題 最後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提出這個政策的方向 事實上我們也有請教過一些 擔任過技職學校的校長 所以我們這個絕對有所本 包含企業他的需求是什麼 學生的需求是什麼 其實在這份報告裡面 我們都有請教過專家 好 謝謝今天各位媒體的參加 謝謝大家 這個不是生出來 是大家經過在基斯廣義 的產學有實務的 有理論的 經過大家共同討論出來的 朱姐想問一下 市民的主席說 不要養政治肥貓 想要看一看 好 謝謝 謝謝